前段时间聚聚乐在台湾的DJ首秀大获成功 所以寒流十足的他为何从偶像转奏了DJ 这其中有一段非常坎坷的故事 1996年聚聚乐和同班同学江日来组成了酷龙组合正式出道 他们发布的首支单曲就在第七届首尔歌谣大赏 SBS歌谣大赏等多个颁奖礼中获奖 一年后他们乘声追击发布了第二整专辑 其中的书情风歌曲《绕绕绕》不仅在韩国爆红 还火到了台湾地区 后来这首歌被都得伟翻唱为《救你》 修怀玉则翻唱了另一首《逃脱都市》 改名为《妙妙妙妙》 最后两人开始往台湾香港地区发展 被不少华人朋友所熟知 他也是在那时认识了Dias 可谁知2000年 组合成员江日来发生严重车祸导致下肢瘫痪 组合只能暂停活动 但凭致是热爱 他们依旧在五年后发布了第五张专辑Victory 不巧的是一年后江日来再次遭遇交通事故 成员只能各自发展 聚聚乐就以DJCOO的身份出道 成为了一名DJ 2018年 骷龙组合在平昌残奥会上提醒了开幕演出 也算是给组合画上完美的句号 这么看来 军军乐一路走来还真是不容易 邝哥也说他今后在事业和爱情上都能一路顺风